跟遠景爆發拉扯 男子情緒相當激動 拒絕盤查 男子還囂張 對警察大標三字經 下場當然就是被壓制在地 好端端警方突然在大街上 壓制逮住兩名男子 路人看了嚇了一大跳 原來八號下午五點多 郭信跟游信男子騎車雙載 經過新北市盧州嚴平派出所 卻沒有戴安全帽 被遠景發現 攔了下來 卻不認帳 還不斷出言挑釁 警方直接帶回派出所偵訊 叫下發現 郭信騎士 不僅無照駕駛 還有妨害自由前科 游信乘客也是前科累累 警方壓制的時候 情緒相當激動 並抱住其中一位員警 大喊警察打人 所以也是以妨害公務 一併帶回 眉戴安全帽原本只開罰五百元 這回雙載騎士口出二言 不僅等依妨害公務現刑犯移送 還被發現無照駕駛 刑則又添衣裝 記者阿公雅麥 李傑 新北市采訪報導